中央兩大強權持續對抗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二十六號將發表對中政策演說 要談什麼 國務院給了關鍵提示 普萊斯透露 即使眼前忙著處理俄羅斯 美國依舊不會忘記中國長遠的威脅 而布林肯將會說明 他們將如何實現對中政策 但這十年計畫 怎能少了臺灣 紐約時報二十四號報導 美國有意增強持育軍力 也吸取俄烏烏戰爭經驗 希望將臺灣變成代刺的豪豬 凝土布滿武器 讓攻擊者望之卻步 而國務院也樂見其成 一方面幫助臺灣 一方面不忘自主訓練 美軍戰鬥機第十二負荷中隊 過去假想敵機幾乎都是惡國戰機 二十二號公布的最新塗裝 竟改成中國的殲十一B戰機 先前軍官避張上 還秀上簡體中文 主要威脅是誰 明眼人都知道 從軍事到經濟都讓中國不好過 被排除在IPEF之外 中國忍不住酸溜溜回應 兩國未來十年發展 才要開始 已經聞到濃濃火藥味 三例新聞 詹文報導 中文字幕君